除了米加勒和加伯烈之外 聖經還提及過哪些天使呢? 而《刺經》中又如何記載這些天使的傳說呢? 大家好,我是Brian,來到這一集 米加勒 瑜伽 白裂 天使事跡與典外傳說 上一集說了基路柏 薩拉弗那類的天使 但那些都是一個種類 它沒有名字 但其實聖經裡面有幾個天使 具體提到它的名字 今集也會講一下 當然也會講一下典外傳說 即是正典以外 包括一些刺經等等 提及這班天使究竟做過什麼 有什麼傳說與他們有關呢?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或者經常問的一個問題 究竟天使有多少呢? 神創了多少天使呢? 其實《彈以利斯》七章九至十節 也有提及 事奉神的天使有千千 事立他面前也有萬萬 即是千千萬萬 即是數之不盡 上次我都說過天使有很多種類 加起來似乎有很多 雖然說很多 但聖經裡面也有具體提及幾個很重要的天使 其中一個大家都應該很熟悉的 就是這個米加勒 而大家畫面看到這個就是米加勒的形象 你看到他通常拿著一把劍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統帥 即是一個大將軍 在天使軍團裡面 你也會看到他踩著一個好像惡魔的角色 另外一些中世紀畫作也是一樣 你會看到他也是拿著一把寶劍 然後踩著又是一個類似惡魔在地面 其實這個有沒有根據呢? 其實有的 就是正正來自於聖經裡面 啟示錄所提過的 米加勒去到末後的時候 會跟一隻龍去作戰 而這隻龍是什麼身份來的呢? 這裡說得很清楚 就是遠古的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其實主要是說 伊丁元裡面的蛇 說到他的身份就是一個撒旦 即是米加勒在將來的日子 就會跟這個撒旦爭戰 我之前也說過 撒旦只不過是墮落天使的首領 其實都是天使級別 只不過他們半變了 離開了神 所以就在墮落天使的首領就是撒旦 所以米加勒竟然可以跟這個撒旦對打 甚至這裡也說到他是打贏了撒旦 是把撒旦摔下去 即是好像摔膠一樣打到地上 所以你就會看到剛剛那些畫作 很多時候都把米加勒 踩在一個惡魔 其實那個惡魔就是撒旦上面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米加勒這麼厲害 連撒旦都可以打贏呢? 因為其實米加勒這個字本身 背後的意義就是代表誰似上帝 或者另一種解釋就是最接近上帝的天使 即是他基本上能力可以說僅次於神 即是這樣看 所以他的能力是相當之大 或者戰鬥力很高強 可以打低這個撒旦 但也有另一種傳說 就認為這個米加勒本身 其實他就是撒旦的孖山兄弟 這個純粹傳說 因為剛剛都說了 撒旦本身其實就是天使 半變之前 半變之後就變成撒旦 他其實可能是跟米加勒是孖山兄弟 所以他們的戰鬥能力不相伯仲 所以為什麼米加勒可以跟撒旦匹敵呢? 這個傳說就給我們多一點解釋 當然在我們基督教立場 神創造每一個天使都是獨立 因為他本身不是由父母生出來 其實沒有說是孖母胎 全部都是神創造 但如果神同一時間創造這個撒旦和米加勒 那也不出奇 如果你定義為同一時間創造就叫做孖山兄弟 你也可以這樣說 那當然其實就沒有什麼經文支持這一種說法 只不過是那些人認為既然他可以打敗撒旦 可以跟撒旦匹敵的時候 會不會他們是孖山兄弟 但根據《刺經》 有一本《阿當與夏娃生平》 其實裡面有說到 當時神創造阿當的時候 其實半變之前的撒旦 和米加勒是有辯論過 究竟是否向阿當下拜 因為當時神創造天使 其實都是想侍奉人或者照顧人的 當然米加勒比較聽神的話 就願意去侍奉阿當夏娃他們 但是撒旦就比較驕傲 就覺得我的能力是高過阿當 那為什麼要跪拜呢 所以在《刺經》裡面就提到 米加勒和撒旦對於阿當這個角色的出現 大家有不同的反應 《刺經》除了啟示錄有提及米加勒天使之外 其實在舊約也有提及的 就是在《彈以理書》的10章那裡說到 當時波斯國的守護天使 就攔阻上帝21日 這裡形容的是魔軍 魔軍就是墮落了天使 或者叛變了天使 他就阻擋了神的去路 阻擋了21日 然後米加勒就過來相助 代替了神和波斯帝國的 墮落的守護天使去爭戰 所以你看到米加勒本身很忠心 就是幫神去處理一些很棘手的問題 包括那班的墮落天使 叛變了天使和神的爭戰 都由米加勒去處理 可想而知 他是忠心得利 他的戰鬥力很高強 神才找他來幫忙 去處理波斯帝國的守護天使 因為在猶太的傳說裡面 就說到原來每一個國家 背後都有一些守護天使 但有部分的守護天使 就是半變了 他會滯留在那個國家 和神去敵對 所以這段經文就是在說這個事件 所以 除了這個波斯帝國的事件之外 在洪水之前也有說到 根據以諾一書有說到 就是有200個墮落天使 下來之後 就和娶了凡奸的女子 就生了一班拿菲利人或者巨人 這班巨人或者拿菲利人 就到處作惡 亦都產生很多暴力事件 他們互相爭戰互相殘殺 亦都殘殺人類 甚至是在以諾一書裡面 所以當時神就派了迷加能 其實還有幾個天使 稍後都會提到的加伯烈 其實他們也有份一起 到凡奸去捉拿這班墮落天使 那班巨人被洪水毀滅 那班墮落天使 之前我也有提過的 就是阿薩謝爾 阿薩舌爾 或者沈亞薩這些墮落天使首領 都是被米加勒這班大天使 去捉拿 就籌禁住 所以你就會看到 米加勒本身 你可以看成一個 警惡情間的一個角色 即是一些犯罪天使 都由米加勒去幫忙處理 所以就是他這個 這樣正義的角色 就深入民心 即是米加勒這一種 而且在天使軍團之中 你可以說是一個 首領或者統帥 所以他去到1939年的時候 羅馬的教宗 這個庇護十二世 就把米加勒的天使 封為警察官的守護者 這是天主教的傳統 就是封一些天使封聖 當然我們基督教 新教就沒有這個傳統 在天主教梵底綱裡面 會將這些天使 作為警察官的守護者 除了聖經有提過米加勒 這個天使之外 原來伊斯蘭教的可蘭經 都有提過這個天使 不過他的名字有點不同 我們平時叫米加勒 但在可蘭經裡面叫他Mika 不過其實都是說同一個天使 在伊斯蘭教或者可蘭經裡面的米加勒 形象有些分別 他的刺旁上面的羽毛主要是綠色羽毛 而綠色羽毛上面是有這個紅色羽毛 蓋著 而且他會在耶和華面前 不斷向耶和華去討告 所以這個就是可蘭經裡面的米加勒 的形象 而你現在畫面也看到 米加勒的形象 有時他會拿著天平 除了拿著把劍 踩著撒旦之外 就是拿著天平 因為也傳說中 米加勒是負責用天平去量度 人類靈魂的重量 因為這相當有趣 也有點像埃及神話裡面的奧紓 他也是類似 要把人的靈魂去討 當然這是巧合 另外在《刺經》裡面 剛剛也提過這本《阿當與夏娃生庭》裡面 也有說到 當阿當夏娃他們相繼過世 那誰負責處理他們的遺體 原來就是天使米加勒去埋葬 阿當夏娃的遺體 也在另一本《刺經》《阿伯拉罕遺份》裡面 也有說到 當阿伯拉罕去到995歲去世的時候 負責接阿伯拉罕去天堂的天使 也是米加勒的 而另一方面 在猶太教的經典 《阿伯拉罕遺體》也有說到 當摩西死了之後 負責處理摩西遺體的天使 也是米加勒 所以 你看到米加勒本身是很重要的 在不同的傳說裡面 他都負責處理一些很重要的宗教人物的遺體 甚至接他們上天堂 都是由天使去負責 始終剛剛也說了 米加勒本身是最接近神的天使 所以由他負責進行這些行動 也是貼切的 另一方面 《刺經亞當與夏娃生平》裡面 也有說到 當時 剛剛也有說過 亞當夏娃他們犯罪 被神去趕離開伊丁元 神就在伊丁元東邊 用基努伯 設立了基努伯 阻擋他們去路 讓他們不會回頭 但原來誰負責趕走他們 向東趕走亞當夏娃 又是米加勒 所以米加勒也很忙 除了處理亞當夏娃的遺骸之前 原來和亞當夏娃也有交流 就是趕走他們 離開伊丁元 也是米加勒的職責 另外就是剛剛所說 米加勒也有負責處理摩西的遺骸 以及接走摩西去到天堂 原來摩西當時 在出埃及的 有說到他用神跡去分開紅海 原來這個神跡的過程中 神也派遣了米加勒 來幫忙分開紅海 因為我也說過 神有時候 神跡未必他自己親自去處理 可以派他的使者去負責處理 所以在這裏又被我看到出埃及 即是過紅海的神跡 原來有關米加勒事 當然這個正典中的聖經 沒有說到米加勒有參與分紅海的神跡 但這個在猶太的口頭傳說中 是有這樣的流傳 這個當然是一個參考 始終正典沒有直接說到 即是在字面上沒有說到米加勒有份參與 但口頭傳說是有的 另外當年所羅門王建的聖殿 原來也和米加勒有關 因為當時興建這個聖殿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即是在當年的年代 而當時米加勒 就給了一個五芒星的戒指 給了所羅門王 這個戒指有什麼用呢? 原來有法力的 就令到所羅門王 可以控制一些惡魔 去幫忙興建這個 所羅門王聖殿 所以我們經常聽說 所羅門72魔神 其實就是72個惡魔 有份幫助所羅門建建這個聖殿 當然這個純粹是一個傳說 正典就沒有 即是普通版本的聖經就沒有這樣說 普通版本的聖經就說 它是找了加勒人去幫忙興建這個 所羅門王聖殿 但是在傳說中 牽涉了魔法解子 和那72個魔神 那72個魔神 其實我平時所說的 是那幫堕落天使 堕落天使是幫忙建的 而事實上 所羅門王最後也堕落了 因為他跟了他的太太去拜一些異教神 也可能和這個傳說有關 因為既然他可能是和這些魔神勾結的時候 可能最後也會受這些魔神的控制 或者影響 就偏離了他的信仰 就遠離了耶和華 遠離了真神 所以這個傳說也有他少少根據 那當然是純粹參考 但就告訴你 原來有一個這麼有趣的故事 是米加勒給了魔法戒指 給所羅門王 其實米加勒和撒旦大戰的形象 也影響了後來一些基督教的聖人的形象 包括聖喬治屠龍的形象 你現在看到一個騎士 他就好像拿一隻矛打敗了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形象 究竟聖喬治是什麼人 其實他本身就是公元三世紀 一個羅馬騎兵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形象 他是騎匹馬 這個騎兵當年阻止羅馬皇帝對基督徒的迫害 不過最後就是因為他做了這些事 就被皇帝賜死 即是他殉道 後來就被天主教封聖 所以現在就叫他做聖喬治 聖喬治 這個聖喬治他本身 為什麼又和屠龍有關呢 就是相傳 這是傳說 相傳他一次去到北非利比亞 去到一個泉水附近 就看到一隻龍 這隻惡龍 這隻惡龍就經常在泉水附近出沒 但是這個泉水就是當地居民的生命之源 是他們的食水的主要來源 而這些居民當他每一次來到泉水 為了保命 即是不要被這個惡龍吃了 他們每一次都要獻兩隻羔羊 就被這個惡龍當作祭品 他們才可以成功拿水 所以每一次他們去拿水的時候都很困難 起碼要獻羊 就被聖喬治知道這件事之後 聖喬治就出手 用一隻矛去殺死這隻惡龍 就等到當地居民以後拿水都很方便 就不需要再擔心這隻龍去阻礙 所以就有聖喬治屠龍的形象 但學者相信其實這個形象正正就是來自於米加勒 即是啟示錄中所說的米加勒 打敗了撒旦這個形象 不過就安放在聖喬治身上 作為他一個傳說的故事 這個聖喬治的形象深入民心 影響了後來一些國家的國徽 包括現在俄羅斯的國徽 你看到他雙頭鷹裡面 中間就有一個白馬和一個騎士 而騎士下面就是一隻龍 其實這個就是聖喬治 就是一個騎士打敗了一隻龍 其實如果照那些學者來說 其實這個形象都源於米加勒打敗撒旦 所以相當之有趣 符號學裡面都受到天使的形象影響 另外就是米加勒的形象 也跟梵蒂岡外的羅馬城有關 因為羅馬城本身跟梵蒂岡獨立兩個國家 因為羅馬應該是意大利首都 梵蒂岡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是天主教的權力核心 但在梵蒂岡對出的位置 就有一個城堡 就叫做聖天使堡 大家畫面看到很漂亮 為何叫聖天使堡 原來這個所謂的聖天使堡 就是跟米加勒有關 當年就是因為歐洲黑死病肆虐 死了很多人 相傳這個米加勒天使 從天而降下凡 他下凡之後用了他的寶劍 去洗淨了這個病毒 令到這個黑死病停止了 所以在這個傳說中 就說到米加勒的出現 阻止了這個黑死病繼續去蔓延 所以後來那些人就改名了 就是他下凡的地點 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聖天使堡 就是這個梵蒂岡對出的位置 所以也挺有趣的 而這個聖天使堡 也是跟一套戲有關 在這套戲裡面出現過的 就是大家可能也聽過這套戲 叫做《天使與魔鬼》 就是Tom Hanks拍的 這套戲也挺好看的 因為這套戲的結尾場景 就是聖天使堡那裡拍的 其實這個電影是源於 Dan Brown 的小說 我當年也是先看小說 再看這套戲 一樣我也是覺得小說比較好看 不過這套戲就要補充畫面 小說始終都是靠你自己個人想像 但是 看回這套戲也OK 這套戲不差 主要橋段都是講宗教和科學之間的矛盾 我覺得挺好看 裡面又牽涉了反物質 去製造炸彈 然後在梵蒂岡上空引爆 相當精彩 大家不妨看一看這套戲 都很久了 應該是2009年 因為這套戲裡面也牽涉了教宗的選舉 而剛好在這套戲出了沒多久 過了幾年之後 2013年 本督十六世的教宗就榮休 然後選了現在的方濟國這個教宗 所以相當有趣 當年對於教宗選舉 大家都很重視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在天主教其中一個語言裡面 就說到我們現在這個方濟國的教宗 就是最後一任教宗 過了這個教宗之後 天主教會毀滅 當然這個純粹是天主教內部的語言 但是準不準呢 大家正觀其變 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可能是有生之年都會看到究竟這個教宗 因為這個教宗現在都80多 挨近90歲 那麼究竟他會 因為最近也有傳聞他想提早退休 因為教宗原本是終生制 做到他去世為止 但是自從上一任教宗本督十六世 他又有點破例 提早退休 就不是做到老死為止 那麼究竟今次這個教宗 因為今次教宗 他也說到自己身體都開始 未必應付到這個教宗的職務 所以他似乎 可能放風就告訴大家 他可能將會提早退休 我之前那陣子看過新聞 看到這個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 大家就留意一下梵蒂岡的新聞 而另一則關於天使米加勒下凡的傳說 發生在1425年 當時法國的農村裡 住了一個十三歲的少女 他聲稱一天看到天使米加勒的顯現 天使米加勒就跟他說 叫他去解救法國 他最後真的帶領法國國王的軍隊 去抵抗英格蘭國王的軍隊入侵 而這個少女 最後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聖女貞德 不過聖女貞德最後被捕了之後 判處火刑 因為當時有人質疑他 究竟是否看到這個神職 即是看到米加勒下凡 最後真的被火刑而燒死了 其實這件事 這個事跡 聖女貞德都拍過一部電影 是法國導演諾比桑拍的 這部電影都很久了 不過也蠻好看的 有興趣可以看看 知道他當時整個故事的情況是怎樣發生的 另外剛剛也說到天使米加勒和伊丁元都有關係 但原來他和伊丁元裡面那棵的辨別善樂樹也有一個關係 就是當年阿當死了之後 米加勒把辨別善樂樹的其中一枝樹枝給了阿當的兒子 但在這個傳說中沒有提到阿當的兒子 我相信應該是給了塞特 給了阿當的兒子之後 阿當的兒子就把這棵樹枝種在阿當的墳墓上 而這棵樹枝慢慢發芽 然後變成一棵樹 而這棵樹一直流傳到所羅門王的年代 所羅門王看到這棵樹很漂亮 他想把他斬下來幫忙建造聖殿 不過斬下來後發現木材的長短不太適合建造聖殿 所以就放在一邊 後來士巴女王去朝見所羅門王的時候 看到這個木頭 然後發出預言跟所羅門說 將來會有一個人死在這個木頭上 而這個人死後就會令到猶太人的王國滅亡 那所羅門王一聽到之後 就嚇倒了 就馬上把這些木頭埋在地下 不希望有人再用這些木材 但是一直到耶穌年代的時候 當耶穌被判死刑的時候 在這個傳說說到這批木材在地下 浮現在地面 然後那些猶太人就拿這些木材製作了十字架 而耶穌最後就是釘在這個十字架上面 所以在一個傳說中說到耶穌的十字架的木材 就是來自當年伊丁元的便別善惡樹的木頭 如果是的話其實也合理 因為人類的原罪就是來自於阿當夏娃他們吃了這個禁果 就開始人類犯了罪 那最後耶穌的出現 死在這個十字架上 而這個十字架本身就是這個便別善惡樹的木材的時候 就是耶穌的死去抵消或者去卸免了這個全人類的罪 就是代替了人類的罪 他作為一個羔羊就獻在這個十字架上面 似乎都挺合理的 所以當然這個傳說在聖經裡面沒有說 不過作為一個參考也是相當有趣的 關於米加勒的事跡暫時來到這裡 聖經關於天使的記載就不止米加勒 還有另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這個加伯烈 究竟聖經裡面如何形容或者記載加伯烈的事跡 甚至在一些始經裡面 又如何記載一些很特別的傳說 我們平時沒有聽過關於這個加伯烈 除了加伯烈之外當然還有其他天使 其實聖經裡面有提過一些天使 但沒有提他的名字 但在猶太的傳說裡面有提到這些天使 其實他也發生過很多事 很多神跡 很多傳說 究竟這些始經 或者猶太的經卷裡面 或者伊斯蘭教的經卷裡面 如何去描述記載他們的傳說 這些分析所有內容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 和大家詳細分享 記得給like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請立即加入上帝的信徒 Youtube會員或Patreon會員 去收看完整版本 有關的入會連結已經向影片下方 中文字幕會針對阿姨